洛杉矶疫情数据逐渐接近加州规定的校园重启水平 洛县卫生局长费雷尔2月9日预计县内的公立小学 最快将于两周内恢复实体课程 但是教师还要等到至少两到三个星期才能开始接种疫苗 将无法如教师工会所愿 让全体教师接种之后才允许开学 面对全美最强硬的教师工会 加州州长纽森将于本周内公布详细的重启方案 学校重开势在必行 费雷尔表示 洛县的新冠感染率持续下降 预计下个星期将达到州府制定的小学重开水平 及7天日均感染率为每10万居民有4至7人感染 之后只要维持在该水平一个星期 就可以正式恢复面授课程 在冬季疫情高峰之际 洛县多数学区于12月和1月起停止面授课程 但2月1日起 几个学区已经豁免恢复提幼儿园 到二年级的学生提供服务 目前全美第二大的洛杉矶联合学区 全面暂停幼儿园到12年级的面授课程 影响近46.5万名学生 但允许向特殊学生提供面授课程 包括英语非母语和残疾群体 不过返校人数最多只能达到25% 是否重开学校成为加州近期的热议话题 政府和教师工会各执一词 前者希望遵循拜登百日新政目标 让校园尽快安全开放 但是作为全美最强硬的政治势力 加州教师工会却是重开计划的最大拦路虎 工会担心疫情还未平息 并恢复面授课程只会令疫情恶化 因此坚持让教师接种疫苗之后才安心开学 但是目前的疫苗持续短缺 根本来不及追上拜登的重开日程表 洛杉矶联合学区总监贝特纳指出 学区若能获得2.5万剂疫苗 加上全线整体状况允许 便可以为25万名学生重新开放小学 但费雷尔指出 学校教职工最快要等到2-3个星期 才开始施打疫苗 预计全体员工接种完毕要等上多月 而洛杉并没有将教师列入优先接种批次的打算 除非他们符合65岁或以上 以及其他的优先资格 截至2月10日 圣地亚哥和旧金山学区 还跟教师工会领导谈判 尚未制定学校重开的时间表 而纽森则坚持要在本学年安全重启 加州公立学校 他在9日公开表示 将会在本周内达成校园重启协议 出台详尽的重开框架和计划 在全美第一大和第三大学区 纽约和芝加哥先后恢复面授课程之后 联邦教育部上周宣布 开始搜集学校重开和疫情期间的教育数据 将在近期出台安全返校指引 学区和政府重启的心迫切 恐怕加州教师工会最后将被迫妥协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 加州计划